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七章 李宗盛 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贿赂在愧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恶人只寻背叛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 不可遇见正行欲望的愚昧人 以恶报善的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所以在争闹之先 必当止息争敬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愚昧人既无聪明 为何手拿嫁银买智慧呢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在邻舍面前挤掌作宝 乃是无知的人 喜爱争敬的是喜爱过犯 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心存邪癖的寻不着好处 蛇弄是非的 陷在祸患中 生于昧子的 避自愁苦 于丸人的父毫无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恶人暗中受贿赂 未要颠倒判断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 愚昧人眼望地极 愚昧子使父亲愁烦 使母亲忧苦 刑罚义人为不善 责打君子为不义 寡少言语的 有知识 性情温良的 有聪明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